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漫画中他有提到 希望透过这本励志漫画 鼓励小朋友更有勇气和毅力 去实现自己的梦想 永远不要气馁 李宗伟漫画版《语王之路》今天正式推荐 虽然李宗伟无法亲自到场和大家见面 但是主办当局还是安排了主笔漫画家李国全 为漫画迷进行签名会 以李宗伟为题材的漫画《语王之路》一共有两册 以马来文和中文版发行 第一册的故事描述李宗伟的童年时期 讲述他如何在因缘际会之下接触到羽毛球 发现自己有打羽毛球的天赋 而第二册则是描述李宗伟不断在挫折中学习 最后享誉国际 成为世界排名第一的羽毛球高手 为了让漫画根据戏剧张力 漫画里的故事并不全然属实 但是故事里的主角 那都李宗伟却保留了那活泼好动的个性 就像在自传里所提到的 他小时候连一小时班课都无法安静下来 在漫画中除了李宗伟以外 其他人物的名字都是虚构的 其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林小丹这号人物 那林小丹是不是林丹呢 为了让漫画中的李宗伟看起来更像李宗伟 漫画家一共画了几个版本 最后还邀请李宗伟亲自挑选 而漫画迷对卡通人物造型的李宗伟 又有什么意见呢 除了图文并茂以外 这本漫画也介绍各种羽毛知识 所以吸引了许多年轻人的购买 2012年伦敦奥运会即将到来 对于李宗伟而言 这是四年一次的重要赛事 所以他在书中提到 希望能够以最佳的状态远征伦敦 再战奥运 为我国争取至高的荣耀 RDM张聪林采访报道 这是一件事情 所以器官们在руны 以前这款手伙托 所谓而言 做oles在巨ист stages 也就是因为 下次 感谢观看